分享开心分享快乐大家好我是丛丛 那提前呢在这里跟大家拜个年 这个春节的时候的视频呢都已经准备好了 到时候会发给大家大家不用担心 即使丛丛不在这个身边 然后这个也可以陪伴大家一起过这个新春佳节 然后会有人上我优酷号帮我每天发一个视频给大家的 另外呢这个三国沙music栏目呢这一天也没有发啊 主要是因为我这时间都用来录这个解说视频了 然后后期的这个三国沙music栏目会准时发给大家的 欢迎大家投稿啊另外呢这个关于这个质量局的一些争执啊 其实没有必要如果你觉得跟某些人合不来的话呢 比如说某些工会之类的啊不要再发给重重了 说问我你看啊这个工会到底坑不坑啊什么什么的 对不对我是来给大家分享开心跟快乐的 除非他那里面有什么那种特脑缺的灵魂貂蝉 打特别搞笑那种啊我会把这个快乐分享给大家 如果真是纯坑爹那种的就不要分享给大家了啊 不好玩的一点都不好笑的 然后呢另外呢就是说关于我的工会 那这个很多人呢都来申请加我的工会啊 但是他们不够要求 我的工会的基本要求呢 这个得在这里边能看到啊 在策略里边秀矮功和这里能看到 那我工会的要求呢就是说 如果你加进我的工会的 那我们的成员都知道啊 我是近四个武将的 元素独裁草松跟离婚貂蝉 任何位置跟任何身份的全都近了 至于不选袁绍主攻呢 主要是因为吧这个元绍这么强的武将 对不对啊 这个经常设会伪的 所以呢就偶射一次就好 天天设啊 或者说一天晚上看他设五六七八次的话 他也会伪的 没什么意思 所以呢这个我就几乎就相当于禁掉元绍主攻啊 偶尔会选那么一次两次 娱乐娱乐不能经常选元绍主攻 总是没有意思啊 这个就是说我个人的一个喜好 所以呢在这个我的群内是这么要求的 那么外部的这个入会的条件呢 其实也是比较好达到的啊 150个武将 然后要求是有会员 那如果是V6以上的就是最好了 因为我们是禁卡局 禁手细卡跟点赞卡 所以呢我们这里边如果是三选一 或者是四选一的话 你在选将呢方面你会亏了 另外呢我要求有15个纯的RMB武将 这个人民币武将呢 我在以前的视频当中 包括我在贴吧曾经还发过一个贴子 跟大家说买什么武将合适 那我这里面再跟大家说一下 这15个人民币武将是什么 如果你这你没有这15个武将当中 缺一个都不可以啊 这样的话呢 我跟大家再说一下 再叨叨一下 这几个武将是什么 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武将啊 嗯 这15个人民币武将呢 这个咱们从火包开始看吧 火包不看了 火包是免费的武将 15个武将 林包要求有鲁素跟草皮 必须要有的啊 山包要求有张和 姜维 二张三个武将啊 要求这三个武将 嗯 然后一将当中呢 要求有曹植跟成功 必须要有啊 一将当中必须有曹植有成功 然后二将当中 必须要有布链诗跟寻优 嗯 然后这个SP武将当中呢 必须要有的武将是留鞋 一定要有留鞋啊 嗯 好了 然后就是这是多少个了 啊 差不多就这些武将 然后另外呢 就是说 我还要求的这个人民币武将呢 有几个呢 就是说你必须要有的武将呢 嗯 要有这个中会啊 要有邓爱 要有孙策跟灵统 这四个当中 你至少得有俩吧 你玩内奸 你总得有两个差不多的这种 呃 边打剑游 边续报啊 这个边有觉醒剂的 这样的内奸吧 所以这四个武将呢 就串通要求你呢 这个最好有两个啊 至少有两个 那这是我的一个 基本的一个武将要求 嗯 好了 然后呢 关于这个工会 跟武将的问题 就说到这里啊 另外呢 就是说 大家如果是别的区的 小号的话 就说错啊 是别的区的大号 比如说你是百度区的 你一百七十几 你可以过来加我的工会啊 你给我 跟我打五盘 过了 嗯 就是过了我这边的标准 就可以加 如果说呢 你是这个 呃 别的区的这个 一百五六十几的号 你二区就是小号 十几的小号 你开个五将了 你过了我都考核了 一样我也可以加你进我的工会 因为我工会里边大概能有这个十个左右的小号啊 大家也可以看得到啊 有的级别并不是很高的 他们也就是别的区过来加的 大部分都是二区的玩家 级别比较高的 那么呢 呃 没错啊 我就是骑士这个标凤党 对吧 我骑士这种没有五将的玩家 我因为我们的工会主要是玩这个军争八人身份局 军八如果你没有这个山林包的五将的话 你没有一将二将五将的话 是不可以的啊 然后至于三将呢 我不要求三将所有的五将啊 一个没有开的话也没有关系啊 这个我不要求 然后呢 嗯 大家你懂我是什么意思就好 我们的要求就是说合理的位置 合理的选将 选选洋框当中最合理的那个 嗯 然后再跟大家说一下文工的问题啊 文工二十几是必须要求的 就是说文工是必须要求的啊 嗯 因为呃 现在有会员吧 好像升级升的是特别快的 很多150级的玩家文工只有十几啊 他不符合文工二十的这个要求 呃 我是希望要求文工二十的 就是说 嗯 你最好是有一定的盘数给你垫点 你比如说你打过赛四千盘这样的 要不然有的时候我跟你说什么 你都不懂我说什么啊 比如说我说为什么金元术啊 为什么张合不能当中啊 我没有时间从头到尾的去教一个新手玩家 来玩三国杀啊 我们这就是 嗯 这个就是说我是没有时间教新手的 大家时间都是比较宝贵的 找志同道合的朋友一起玩就好 嗯 我们先看我的主持角的吧 嗯 这盘是我主持角的 先看我主持角的吧 刚刚那盘比较短 最后放给大家啊 这里边呢 就是选权框不是很给力啊 除了董卓以外 再没有提 这个除了董卓夏侯爸爸 其实我是觉得啊 徐玉忠神还是选那种强叔叔的武将好 董卓这武将吧 虽然徐玉能找到你虚乎 但是呢 你会断杀的啊 然后这一边就夏侯爸董卓选一个 我真的当时很想选成功的啊 然后咱们这里边选董卓 诸董卓吧 你这么远 市民中 但是呢 但是这个 你这个 你这个傲财不稳定啊 你两下被打 打到凉血了 甚至说你就没有人打你 徐玉都找不然屈火啊 肯定是董卓最好了 我是希望 就是说给徐玉当中 能有一些更好的输出将 比如说回合内有双杀的武将啊 还好啊 我们七瘦有双杀啊 还比较好 然后这个 这个呢 是这个 当时是三驱好友啊 过来一起玩的 开阿丹号 我们看这一比赛 这一比赛很有意思啊 那个 打牌呢 是有挑衅神技的啊 绝对是可以言语挑衅的 但是别人信不信你呢 就是 一个新的问题了 我们这里边呢 找三选择打啊 祖辞 蛮宠 还有不练师 就是我眼里的反贼 管他留鞋 跳没跳钟的啊 反正这三个人在我眼里面 就是偏反的角色 那这个是一个 我们的这个 群体局啊 然后呢 大家的这个选将怎么说呢 个人感觉蛮宠的选将 不是很给力 因为玄域相对来说 不是很怕翻啊 对不对 他跟别的武将不一样 这样的话是 三连中的这么一个状态啊 嗯 我们这里边 杀一刀蛮宠啊 你看我就 就一张杀 宝贵的一张杀 好扔了 扔一张基本牌啊 本来我还准备 拿狮子的啊 他要展示基本牌 我就扔狮子 结果他居然展示一张火工啊 咱们开始 自己的这个崩坏之路 董卓给玄域当忠臣啊 这个最好的就是说 最好的节奏呢 就是说这个 你在自己被打到五血 打到四血之下吧 帮玄域灭掉一个反贼啊 要不然就很难打了 我们可以看一看 大胖子 什么时候会被打到四血啊 现在已经流血了 再打两血就 就差不多了啊 然后呢 我是觉得这个蛮宠 应该翻一下流血的啊 他这里边说 他的手牌一出 带着他点错了 好我们看一下吧 这样后边是四个反贼啊 看一看 他挂墙席的话 青龙刀我们就不闪了 这样我瞬间就变无血啊 不闪着青龙刀 瞬间就是无血 你看就是再掉一血 马上就不能驱虎了啊 不要以为这个 驱虎是 就是说 有董卓就很好驱虎的啊 我们这里边闪啊 闪怪师傅 因为反贼补牌的人 只有不练尸一个啊 然后他把我的手牌 都扔掉了 我现在一张牌没有啊 不练尸这里边没有距离 有距离也不一定 有距离也不一定 有杀啊 好我们看一下 他这里边是直接杀了 这个刘蝎 然后我也不能贴命啊 那这种 这种比较好的配合 出始阶段看起来 比较好的配合就没有了 寻遇第一轮白板 没有人驱虎啊 刘蝎不断杀 就是最好的啊 咱们这里边 这里边给一个大点啊 给个差不多的大点就好 好 这样内奸是抢人头 反贼应该不会救的啊 这里他追忆蛮宠 然后内奸也解决掉不练尸 这个比较蛋疼的啊 我这边也没有办法跟着天命 寒当跟中慧都是四血 内奸受了不练尸就开始杀流邪了 我们这里边直接九杀他啊 这里边重重没有舍得用属性杀 然后呢也没有舍得用这个黑桃杀啊 这么多无蟹啊 好多无蟹啊 这样的话呢 就是说组成了优势 第二轮就死了两个反贼啊 我们这里乱上做词 然后开始崩 崩这个上线 手里边是一张闪都没有的 喊当如果再杀我一刀 待会寻衣又不能驱虎了 我们这里边不给他 这里边让他摸啊 不把青钢给丢了 因为待会要打的人是这个佐词 或者是喊当 我们得留这个距离 留青钢剑 看一下啊 就是这个加一码 是需要解决的一个问题 这过拆可优先拆加一啊 或者是拆人王 这兵真的没啥可拆的啊 因为我已经拿不住那么多牌了 这个手牌的上线啊 就是只能拿这些牌了 好青钢被拆了 我觉得应该拆加一 或者拆人王 好回来一血啊 咱们这里继续掉血 可怜的董卓没有闪 这样的话就给那件收啊 他这里本是强收留鞋 我们给留鞋打无蟹 因为刘忠惠已经出过沙了啊 咱们这边给留鞋打无蟹 保一下留鞋 红沙好少有没有 然后我还没有黑桃啊 过 董卓呢 就是用牌白嘛 有牌就用 没有牌就崩啊 这样 索斯他现在才来的话托 这里咱们继续掉血 看一看他们能不能把人王拆了 此乃屈虎通郎之几 土故纳心 施法也所原定 吃三颗桃啊 这里边 他这里边吃了三颗桃子啊 为了多补牌啊 补散张牌 这没有必要连自己嘛 这干什么这是 咱们拿K给他拼啊 拿K点给他拼 一看就是要抢人头的节奏啊 这铁锁可以考虑给我啊 给我 然后让我决定怎么用他比较好 咱们这里边顺下左词 因为有属性杀 这里是这样啊 其实其实可以久杀的啊 但是但是我觉得这个中会已经出过一个桃子了 他完全是裸摸牌的 咱们这里边就普通杀吧 留留邪一命啊 好又没杀了啊 齐牌 然后中会这里边还有闪呢 来 齐火 齐火就贵了 那一件就贵了啊 那一件觉醒太晚 全卖得太晚 因为本局比赛呢 我们可以看一下 主要是因为没有AOE啊 一个AOE都没有吧 就是打到现在 打到现在游戏结束 好像AOE也没有开出来 好像开过一个A吧 中会呢 其实他挑内了以后呢 或者说中会一般 他在原址的位置都是一个偏名类的感觉 不会有人刻意去杀你啊 主要是靠AOE来卖拳 然后本局比赛AOE开的比较少 所以呢 拳是没有卖到的 这局比赛算是一个主中的位置好 因为如果说呢 这个前面都是反贼的话 比如说我董卓前面两个都是反贼 反贼上来就打董卓的话 可能我早就被打趴下了啊 我们那个曾经打过循玉主攻局 然后一个大动作立在那 一回合就被干到一起啊 超强超猛的 然后大家都感叹 哎呀 这师叔打群玉也死了呀 差不多就是这样的啊 就是说我们强在一个主中方的位置好 对吧 这个三连中 三连中内是比较好的一个位置 那这局是一个循玉主攻局 相对来说是比较好的一局啊 顺风局 接下来呢 是一盘网友发的录像 他叫做天下无双 这也是循玉主攻局一盘忠诚主持角的 循玉主攻局主攻指示角的 我这个录完了啊 春节的时候发给大家 然后呢 这个咱们看一下啊 他这里边是可以考虑选夏欧巴跟曹章的 从跟大家说一下啊 曹章给循玉当中最好的地方就在于呢 由于曹章 他可以这个在没牌的时候选择降职二 也就是说多抓一张牌 那么他手里边这个会有相对来说 比别人多的一些防具 多一些的闪跟桃子 保护自己的这种四卷线 然后呢 这个因为是给循玉当中的话呢 在下一轮就可以选择降职一了 直接这个出伤杀 这个所以呢 这个大家可以考虑一下选曹章 夏欧巴在这个位置就是说有点明啊 因为这个位置还是有点远 说错呀 还是有点靠中靠后啊 你这个位置如果前面是两连反的话 或者三连反的话 可能直接就被打残了 这也就是为什么刚刚在我的指示角 我没有选择夏欧巴的原因啊 我甚至都将选成功了 这里边他选了一个夏欧巴 就是夏欧巴跟曹章选一个 尽量不要选左辞给循玉当忠诚 没用啊 这个没我配合 然后咱们看一下这局比赛 好 这局比赛也有一个蛮 也有个蛮宠啊 蛮宠 蛮宠在循玉主公寓当反的 不是很好啊 真的不怕翻 循玉他是一个补牌系的武将 有的是牌啊 谁怕你翻啊 这里边他直接开AOE了 那夏欧巴这滴血 我觉得可以不卖 因为有杖八在手里啊 我们这边是可以出杀不卖的 前面陈林鲁肃 这都是偏反贼的 这灵魂貂蝉直接给标脑残啊 咱不管他啥 他这位置挺像内奸的 反正先标脑残 再说脑残按钮呢 反馈啊 赶紧反馈啊 边风还不出脑残按钮啊 这里边他是跳忠诚 然后呢 大家看一下啊 就反贼 一个AOE加上城普的这个战斗和输出吧 就是玄遇这里边是不敢补牌的 怕大师撸 其实可以补啊 其实可以补的 因为大师火攻如果拍出去的话 是不怎么够换的 大师换牌换的也有问题啊 就是说可以 可以考虑直接清空撒乌霸的牌的 你这样打的话 待会撒乌霸 这个叔叔不都打你了吗 我们看一看啊 这个勒不自首勒谁的好 勒貂蝉吧 对吧 把脑残勒上 我们中这个是周末 或还是偏内的啊 感觉零空貂蝉 要么是脑残 要么是内了 账八卦上 对吧 玄遇他到底是想打鲁肃 还是打陈林 这让主公屈虎 自己决定 加一码不要挂啊 防满宠的翻面 我们看一下吧 这里边把脑残勒上 梦霍内 或者是离婚貂蝉内啊 大概是这么一个感觉 没有翻成寻语 铁锁连环 我觉得孟霍这里边 可以考虑去连一个忠臣啊 孟霍是内奸 这个灵魂貂蝉 是一个脑残反 那这局就是说 内奸呢 这个时候吧 考虑到待会儿 寻语的一驱虎 再加上这个 成谱不安排 很可能会有杀啊 所以我觉得孟霍 应该考虑把这个铁锁 连上成谱 甚至说连上撒乎吧 都是可以的啊 肯定是灵魂貂蝉 他太招内奸仇恨了 所以他会连灵魂貂蝉 要么应该是 连两个终身好一些 陈琳没有闪 大师的换牌有问题啊 你这个八卦 为什么要先卦呢 对不对 你坑满宠一血多好啊 妥妥的啊 这里边就是说 陈琳没有 陈琳给鲁锁送辞了 这样的话 大师就不能耗施了 其实我倒觉得 我倒觉得啊 可以让大师 待会儿自己耗施 抓四张牌 都是一样的 你这个 他也是觉得自己快死了吧 就把送辞先用了 然后现在就开始 比伐夏侯霸了 就是陈琳的这个玩家吧 他打牌 我再听跟大家说一下 他比较欠考虑 夏侯霸是三血 那么你比伐夏侯霸 夏侯霸 这个待会儿就直接变凉血了 不管鲁素 能不能对夏侯霸造成一个伤害 你觉得大师这回和秒一个三血 一手牌的夏侯霸现实吗 我感觉是不是很现实的啊 所以这个比伐怎么说呢 个人觉得比伐欠妥啊 但是其实这局比赛 我们可以看一下吧 就是说 由于这个铁锁 梦霸铁锁 连的这么一个状况 四个反贼都掉一血啊 这个满宠是因为 有他的防御技能 所以没有掉血 反贼是出一个崩盘的状态啊 这个可能比伐谁意都不是很大啊 然后大师平冷明 把那间牌露光 好 这里面咱们果断掉血啊 当张飞玩 这还不换夏侯霸的牌 哎呀 好 那就收天场的节奏了啊 再开一个五周 嗯 顺一下这个貂传的牌 他这里面应该考虑 先收这个 他先挑衅啊 因为毕竟手帮有闪 嗯 先收谁 其实都是一样的 这个斧头嘛 可以拿在手里头啊 暂时先不要挂出来啊 好 然后看一看 孟霍手牌应该是没有桃的 但是估计是有闪 这样把陈琳收了啊 我的笔呢 然后再开一五周 我们这里面收貂蝉 手牌的数量 嗯 收了貂蝉再说啊 收了貂蝉看看牌够不够 要是说乱七八糟的牌够的话 可以考虑收这个蛮宠的啊 扔扔扔 把AK腾下 AOE都可以扔掉啊 我们这时候AOE就没有必要开了 开的话 寻寻还可能会掉血啊 哎 这蛮宠没有别的牌吗 蛮宠挺逗的啊 这样的话 就是直接收全场 这是几连斩 已经四连了 那我们这里可以吃一个桃子啊 吃一个桃子拿三张牌 然后内奸也四票不能 孟霍这里边直接摸两张牌了 哎行啊 其实我觉得这局跟内奸呢 嗯 倒不关内奸什么事啊 我是这个 如果我是四号位的内奸 管我是不是孟霍内的 我这个铁锁应该会考虑去连一下成谱 连一下成谱跟脑残掉缠 或者说连一下成谱跟夏侯爸啊 因为你要考虑到反贼四个人都在铁锁上边 真的是成谱又有利火的这个技能 可能直接就崩了 那就无所谓了啊 咱们这里边怎么打都是赢 那间这个孟霍也确实没有太强的能力进行一个共场 就是反贼也坑嘛 对吧 个人觉得啊 就是寻谱主攻决鲁素反没什么用 因为寻谱本身就是个补牌的 你大师撸不过来的啊 如果寻谱一旦进入卖牌的状态 就是卖血状态 补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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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血补三张或四张牌 鲁素是撸不动的啊 拼了老命也撸不动 撸完你就虚了 虚完你就死了 然后就是团队短板啊 所以呢 这局比赛就是说主中方 嗯 这个赢是很正常的一件事情嘛 因为反正有离婚貂蝉嘛 好了 那我们不可以离婚貂蝉了 脑残貂蝉又打了一发酱油 给滚醋了 这局比赛呢 就给大家放到这里 是一个主中方的这种优势局 好了 那这局比赛就到这里 今天视频就到这里 提前跟大家说声过年好 相信明天那个大家就各回各家了 然后这个今天刚刚我看李如也上了 这个脑残李如呢 大家千万不要在我的房间里选啊 谁选非谁啊 不要选他了 喜欢收藏武将呢 有全阔倾向的人 可以买他 这个其实 说实话 我觉得这个插画画的非常逗逼啊 很是搞笑的这么一个感觉 跟三国演艺 演艺当中有李如 很是不像啊 这个 巅峰也会卖萌的啊 这个 这个插画师都会卖萌的 这个李如 跟我的这个印象中的李如差很远啊 不应该是这种感觉的 当然这个技能也非常的逗逼啊 非常搞笑 他愿意改技能不改技能 反正我是不买李如的啊 然后呢 或者说 假如说 哪天真的有人送我李如了 我也不会选出来的 这这武将实在是不说什么了 好了 那这个新春佳节 先提前祝大家过年好 然后 嗯 春节成为会陪大家几度过的 那我们就过年见 大家再见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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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